這是很深層的政治智慧 為什麼呢 他們叫做後友誼嘛 友誼很深厚嘛 可是我老花眼 我一看都看到的是後友誼 後友誼的友誼 前後的後 好像他們已經在做準備了 後友誼時代要登場了 後友誼時代要登場了嘛 然後另外一個 這時候為什麼要辦這個呢 這個叫做人治意境 你不能抓我的毛病 為什麼能趕快成立 我們有動啊 我們有交代啊 我們有處理啊 所以最後要去黨紀秋後算帳的時候 沒有啊 我們有準備啊 我們都有做這個啊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是因為要做一件事情 告訴黨中央 我們人治意境哦 我們有盡力哦 那剩下的人 人不是我台 那是他自己的錯 我在這裡講一個 昨天發生的最新進展 王金平 我們都知道侯友誼 要找他當他的主委 他婉拒嘛 但昨天根據有效情資 看到啦 有朋友看到 昨天王金平在 永和一間非常有名的 江浙菜的餐廳 王金平在永和的那間餐廳 辦了一桌 找了很多的 卸任立委 聚會 就是剛才講的那個 後友以後援會 王金平真的跑到台北 來真的要去新北 而且在永和哦 有誰出席 林德福有出席 憲政立委嘛 黃昭順有出席 前立委 蔣乃馨 陳淑惠有出席 這看起來好像不錯嘛 有扣來對不對 但奧妙的地方來了 根據永和朋友跟我透露 王金平是主人辦了這一攤 但是王金平居然 上菜上到第四道的時候 等於說做不到一個小時 他在做一個小時 你知道 他做不到一個小時 他就走掉了 就離開了 照例講這一攤是王金平 要call這些立委或前立委說 大家要挺侯友誼 怎麼會王金平北上一趟 說真的 也真的是不簡單啦 我認為這個動作看起來是 國民黨有緊張了啦 要給侯友一點溫暖 你居然沒有坐滿 然後呢 幾個永和 如果在永和 有幾個重量級人物 目前我聽到的消息是好像沒去 洪秀柱沒有去 然後我們新北市議會 那個陳同元副議長 好像也沒去 就是說 我不知道他們是有邀 還是沒受邀 如果講到永和 這幾個 蠻關鍵的人物 應該要在場 但也沒有到場 所以我覺得 我的解讀啦 王金平這一場 是少對國民黨來講 有開始想要救侯友誼的動作 這不要否認 王金平他雖然民間主委 可是有做這個動作 但是 實際上可能還是應付的成分比較高 不然不會 一場他主辦了餐會 但是王金平 只去四道菜就離開 好那對郭台銘來說 現在傳出來他要連署嘛 對啊 真的要獨立參選嗎 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極限施壓啦 這郭台銘這個連署 不用郭台銘自己站出來 旁邊一些人幫他吼賞 他到現在都處於 就川哥講出來 叫做淚選舉 他沒有真的選喔 郭台銘到此時此刻都說 我真的 我沒有對未來有希望 我就是要把這個和平宣言 大家要推廣 什麼什麼之類 他都沒有喔 他都以這個議題式來 去做做做做做選舉活動 那如果外面開始有人幫他拿 還記得議長跟郭台銘吃飯的時候說 這個幾十萬份是怎樣 很簡單啦 我們不會分一分就好了啦 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議長幫他動 然後分分分 弄了幾十萬 弄一百萬份出來 欸侯友宜還選得下去嗎 所以他現在就是謀定而後動 他不是 他是一直給侯友宜做壓力測試嘛 因為侯友宜現在是變成是說 他自己在新北市崩盤了 然後呢他講話一直出包了 我打死不退 打死不退 不是跟你講了嗎 對啊 所以我呼籲你後來要退嘛 退選沒這麼難啦 你退完換郭台銘求你嘛 對不對 真的 真的是這樣 你退選最大啊 看看我對不對 多輕鬆 沒有這麼難嘛 現在議長要跟你見面了對不對 對 換議長來拜託你了對不對 真的議長剛剛傳訊息說 真的 他剛剛傳訊息說因為我見面 我說我沒空 換你沒空了對不對 退選就很大 退選最大 退選最大 所以侯友宜你不用拚嘛 你退選換郭台銘打電話給你 見個面好不好 證扭一下 所以我跟你講這就是這樣 那侯友宜當然打死不退 可是問題是 他的期末考 應該說他最後的補考是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下禮拜的台大 禮拜一 就是侯友宜最後最後補考機會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證知道了